台獨金孫賴清德他說 兩岸和平是他的使命 侯友宜一聽愣住了 怒轟他胡說八道騙選票 對於民進黨執政 弊案頻傳 有民眾認為 心潮流不倒 台灣會賠掉 侯友宜還嗆問賴清德說 你到底是為誰的利益 而拼選舉 侯友宜深入南部基層 大選戰鼓聲聲吹 聽到台獨金孫賴清德說 維持兩岸和平是他的使命 侯友宜一聽愣住半秒 笑出聲音 民進黨弊案頻傳 還傳出派系把持上義的綠能生意 侯友宜怒嗆賴清德要選總統 先把這些弊端說清楚 有網友盤點蔡英文執政7年多 貪腐變多 但是被廢掉的大事更多 包括軍工教室8% 特徵組 通姦罪還有核電 通通被民進黨給廢掉 另外空友死刑 政府卻不肯執行 兩岸協商機制 以及15位大法官 通通變成蔡英文任命 等於喪失原本功能 跟被廢掉沒兩樣 不斷的發展綠能的情況底下 我們看到的是台灣的生態被破壞 我們看到的是黑金的復辟 我們看到的是家園的變色 都是為了民進黨自己的私利 民進黨自己的意識形態 而犧牲台灣共同的利益 該廢的不廢 不該廢的廢掉一大堆 當兩岸關係兇險 當執政黨避案頻傳 明年大選就看 民眾選擇是什麼樣的未來 記者張宥慈 王志恆 台北採訪報導